我们现在的阶段是在建造关键技术验证和建造阶段 这个阶段我们是需要专业的人才 要受过长期训练的有良好经验的航天员 但是在这个过程结束以后 我们会有更多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航天员大家知道都是飞船出身 我们以后的航天员就会有科学家 会有工程师 那么和飞船员出身的航天员比的话 他们的我们强调的就是说他们的专业知识 专业知识很高 但是这个相对的身体各方面那种门槛会降低的 离我们普通人就近了 对 是的 当然更多的可能大家关心的是旅行 旅行 是的 我相信我们这个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开放 开放这个旅行